之前的工作都是久站的 所以以上班的時間可能就要站大概8到9個小時 那你又必須穿有跟的鞋子 所以整個下班下 你整個腰真的快被折成兩半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年輕可能睡覺起來就沒事了 但是當了媽媽之後 這個腰痛好不了的 因為你要抱小孩就隨手就抓了 然後譬如說你要搬嬰兒車 你要幹嘛你也是隨手就抓 你不可能有正確的姿勢說 我先蹲下去 然後慢慢把東西拿起來 然後後來我那時候就是去給中醫看 然後他就幫我用電療或者是熱敷 可是我覺得這好像效果都不是很好 你大概過一個禮拜 你腰又要斷了 可能是沒有找到龍哥 對 可以穿一個禮拜算不錯了 真的嗎 真的 但是其實 真的 我也覺得 我以前 我其實以前是脊椎受過傷 我以前在瑞士的時候摔在冰上面 然後整個是久久沒辦法 懂了 後來我就是找過很多的治療方式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伸進去肛門 直接把你肛門都摔出來 那一種都試過 然後呢 真的 這麼heavy喔 超heavy 然後我那一陣子啊 是白天睡醒是會被痛醒的 就是全身是痠痛到被痛醒那一種 我知道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後來就一直陸續有在看醫生 然後有比較好 可是就是像剛剛陳醫師講的說 你看一看你就會回來 看一看就會回來 對 沒辦法根治 我們醫生的角色 第一個當然是診斷 再來就是幫你做一些 放鬆跟矯正 再來我們在這個矯正的過程當中 像我們會稍微喬骨頭 把骨頭稍微歸位之後 再來就是你怎麼把它固定住 當然不是用繩子把它固定住 它就是靠你自己的肌肉撐住 所以後來運動開始練背肌 什麼的就差滿多 對 我們可以看看那邊那個圖 壓力最大的是坐姿上身前傾 也抱小孩那個動作 就是這樣 是壓力最大 這樣踩尿步也是這個矯正 所以你說你頭越往前 當然就越不舒服了 你看躺著是最好的 平躺 對 平躺是最好 再來是側躺 再來是站著 所以有時候上班族上到一半 如果可以站起來動一動 因為你從靜態到動態 它本身讓肌肉一個活動的時候 血液循環比較好 那這樣的狀況下 你的腰痛自然就會比較容易解決 那像我第一胎生完 因為我都彎腰幫小孩換尿步 結果一段時間之後 我只要彎腰洗頭 我腰挺不起來 我就是要這樣扶著 然後把自己的腰 就是用手往後推 然後推推推 扶住這樣 對 然後腰才有辦法這樣挺起來 是 就感覺好像不知道 卡哪裡卡錯位置 對 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咻就起來了 幫小孩洗完澡也是 你起來也會 我覺得洗不來 對 洗不來 洗完澡的感覺比較好 這個有兩個部分 我們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疼痛 痠痛 這些 它其實是一個警報 它告訴你 我不行 你趕快救我 第二個 長時間在同一個方向用力 你一下子改變方向太快 它適應不良 所以它會沒力 要慢慢來 對 要慢慢來 我有時候腰痛到弄起來就 突然怎麼會 耳鳴 老婆講的話再也都聽不到 對不對 對 最希望是這樣 那個綜藝又講說 這個 腎開跳於耳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耳朵是跟腎有關係 你也要討論一下 可能在警告你這個事情 好了吧 真相大了個白吧 真相大了個白